- 欸你這個人現在在門口幹嘛? - 已經開始了是不是? - 今天的窩心球呢 - 要大家來看看這個呢 - 所謂的平駕小豪宅 - 這個呢裝潢怎麼樣可以小資做到位 - 趕快來找一下我們今天的屋主 - 哈囉有人在嗎? - 哈囉哈囉! 依珊你好 - 哈囉哈囉! 依珊你好 - 哈囉哈囉! 依珊你好 - 依珊你好 - 依珊你好 - 當自己家 - 當自己家是不是? - 當自己家是不是? - 因為你們要來 - 沙發沙發 - 都把它稍微用的隱形一下 - 看起來比較整齊一點 - 國王的沙發 - 對對對對 - 隱形一下 - 因為這個練習很多套 - 哈哈哈哈哈哈 - 這樣看起來比較空曠 - 我今天是都把它家具都隱藏起來了 - 都隱形起來了 - 對對對對 - 你不會酸嗎? - 你也對 - 對 - 開箱一下你的新家 - 對新家 - 不知道有哪一些好像巧思蠻多 - 其實我剛剛一進來 - 我就有特別注意到 - 都換到什麼 - 這個現在很像很流行 - 都會留一個空對不對 - 其實我那時候我也想要說 - 讓空間夠齁 - 然後可以放更多雙鞋子 - 因為你知道嗎? - 老婆鞋子多喔 - 然後想說這個就不要讓他喝水 - 五公斤 - 到時候你也擺一些 - 比如說風水部分 - 你想要招財啦 - 只是說現在一些盆栽的 - 都會擺在這邊 - 水晶 - 水晶 - 我一定會放什麼岩燈啊 - 就是視覺上可能會好一些 - 我看這可以放超多鞋的喔 - 對 蠻多的 - 因為那時候我跟他講說 - 就是我們這個城板啊 - 就是不要拔固定死 - 因為有些鞋子 - 像老公的那樣 - 鞋子 對 - 要留一些空間 - 這可以做一個調整這樣 - 這很重要 - 對… - 這樣 - 對 有時候外出的話 - 可以把這個燈打開 - 回家有一種迎賓的效果 - 很棒耶 - 對 - 就覺得這樣蠻有氛圍的 - 那這樣這個還是鞋櫃嗎 - 這個就不是耶 - 因為我覺得說 - 像我跟我太太 - 我們家習慣是有一些外出的外套 - 回家可能就不會馬上收起來 - 就可以丟在這邊 - 尤其是鞋 - 那我們可以說 - 有一些包包啦 - 或是一些常帶出去的東西 - 可以放在這邊 - 哇 真的很深耶 - 很深很深 - 你深根 - 說不定都可以藏在進去喔 - 通不到喔 - 對… 都可以藏在進去 - 都可以藏在進去 - 真的 - 真的 - 厲害厲害厲害 - 下面它這個部分 - 我有跟大家講說 - 因為我們家有登記箱 - 可能行李箱 - 但是我又不知道 - 如果皮膚刷腦在哪裡 - 那這邊的空間就非常足夠 - 甚至可以讓我 - 像我們家有吸塵器的 - 我可以把吸塵器 - 平常也收到這個地方 - 都塞進去就對了啦 - 這個我進去隔起來 - 一定可以 - 找得到人 - 應該是絕對找得到人 - 還一直躲貓貓可以 - 那時候我太太跟我講說 - 這邊會不會到時候 - 給我藏小三 - 自己來趕快行進去 - 趕快趕快 - 躲在 - 這是準備要來修身養性的地方嗎 - 神桌佛桌 - 我那時候也是想很久 - 我又覺得說 - 若是傳統的那一種神桌佛桌 - 就又跟我的裝潢又不搭配 - 對 - 所以說那時候就是要找一些功課 - 然後跟我的裝潢師我討論說 - 那有沒有辦法把神桌弄得一點現代感 - 有有感 - 對 然後就是可以做的 - 跟裝潢可以結合在一起 - 我其實很想問 - 這是你們特別挑的食材嗎 - 這不是假食材 - 裝成石頭的樣子 - 裝成尾食材 - 聽聽看就知道了 - 對 所以它是木頭 - 是木頭 - 所謂的天木皮 - 因為其實算裝潢部分 - 我們有做到一些預算 - 有一些預算的限制 - 可以建議說 - 如果真的預算不夠 - 因為食材其實它有重量 - 雖然看起來很有質感 - 但是它費用真的也比較高 - 天木皮 - 但是又可以達到自己想要 - 有一點質感的那種需求 - 這邊我看 - 特別中間多了一欄 - 還坐了天空老闆 - 應該就是未來的 - 餐桌的位置 - 這邊坐著吃飯 - 坐著吃飯 - 剛剛有沙發 - 這邊有餐桌 - 現在也有了 - 只是你看不出來而已 - 多了還有餐桌 - 又是一個引擎的餐桌 - 這邊都是一些擺放 - 可以小家店嗎 - 小家店可以 - 那因為我跟我太太是有在喝咖啡 - 未來有想說看要不要 - 預算夠的時候再買個咖啡機 - 在那邊享受一下 - 很優先 - 對 或是拿到窗戶房間 - 一點過一邊 - 很棒 - 很棒 - 平常收納有些不常使用的 - 比如說衛生紙啊 - 那種具就突然拿出來 - 就給它都擺在這個地方 - 備品 家中備品 - 生活備品 - 藏起來 - 唉唷 我發現了 - 有沒有 - 有緩衝 - 這是我的魔法 -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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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不是 - 其實這個部分 - 如果是它有緩衝的話 - 好處就是說 - 有時候小朋友關 - 沒有把握到力道 - 關起來會 - 一聲 - 喔 對 - 最怕這種 - 它就稍微 - 這樣很快你的鄰居就會來抗疫 - 對 - 整天在那邊 - 比較吵啦 - 覺得我這位莊老師 - 我一定要特別的承讚一下 - 嗯 - 雖然說它是比較傳統的木工師傅 - 它也會幫我畫圖 - 可是它就沒有辦法用 - 翻滴呈現的方式 - 電腦繪圖的方式 - 它用手繪的 - 喔 - 當初它這邊也有畫 - 像這間 - 當初它也是有畫 - 這一間的設計圖畫在這邊 - 但是它的尺寸 - 當然就沒有辦法到1比1了 - 它只是要呈現給我看 - 啊你覺得還原度怎麼樣 - 還原度 - 如果我們色彩不堪 - 因為它那個是用鉛筆畫的 - 就是整個的構造啊 - 對 大概就是跟我看到的 - 現在差不多 - 是希望床頭可以做像這個 - 它們所謂是叫腰板 背板 - 那邊的話是背板 - 那邊是腰板 - 就是可以不用讓小朋友睡覺的時候 - 直接碰觸到牆壁 - 會比較冷 - 啊 - 對 一個貼心的設計 - 那我又希望說它 - 因為這間房間的空間 - 其實沒有到非常大 - 嗯 - 有寫的 - 有寫的空間 - 所以它在這邊做一個床頭� - 所以它這邊像這個五間 - 它都用的會比較好一點 - 不會直接放下來 - 喔 - 會標一身 - 或是說有可能會傷到小朋友 - 對 然後輕輕大概到這個位置 - 它就會自己慢慢收回去 - 很慢 - 不會很快 - 也不會說標一身 - 對耶 - 很厲害耶 - 很厲害耶 - 你看它就是慢慢收回去 - 它會自己回去耶 - 那因為我有跟師傅討論過說 - 我希望蠻多收納的 - 所以它在這個區塊 - 它有做了蠻多收納的 - 這個還暗藏玄機嗎 - 除了這個包裝器 - 它的後面有收納之外 - 它上面空間也沒有弄廢掉 - 喔 - 這什麼平衡瓜都可以擺進去 - 從上面擺到下面 - 絕對它夠用 - 請買滿SK2擺進去 - 把它擺滿 - 1 2 3 4 5 6 7 - 放個一年份 - 看應該都不夠 - 欸 可以可以 - 等一下還有一個小機器 - 下面都有 - 哇 - 這裡也有 - 從頂到天都放得滿 - 放得夠 - 存過存滿它 - 對 - 我還看到一個小屍耶 - 這裡有 - 它其實在這個地方 - 因為有可能想說我們床頭 - 有可能會起身 - 很欠缺耶 - 它反而沒有做的 - 90度角 - 比較不會有這麼利潤的感覺 - 對 - 我在拆啦 - 可以 - 這間 - 我把衣櫃做來這一間 - 啊我也稱它說 - 可能之後我還要放電腦 - 書櫃 - 書櫃 - 夫妻兩個的衣服 - 絕對是夠 - 好 你有沒有注意看 - 它掉衣服的地方 - 兩邊的高度是不一樣的 - 單純啊 - 單純這個 - 就是老婆專用的櫃子 - 你給它太少了 - 太少了 - 它這邊也有收耶 - 對 - 它真的很細心耶 - 很細心 - 你看我順便幫你驗一次 - 不算你幫我順便檢查一下 - 不行我再請它來再加強 - 但為什麼其他間 - 我看地板就是原池磚 - 只有這一間 - 因為我有預算的考量 - 因為其實那時候也想說 - 要不然就整個家都用木地板 - 質感加分 - 而且就是主要會用木地板就是說 - 價格也加分 - 對 - 可是又形容說 - 也有朋友來 - 親戚來 - 家人來 - 也有地方可以讓他們休息 - 就是那個地方 - 對 - 這樣子就 - 因為尺寸地我們不會直接做吧 - 對 - 你一定要鋪個舌頭 - 習慣性就要鋪個東西 - 但是那時候就可以小朋友 - 親戚朋友的小朋友 - 可以在這邊玩耍耳 - 也沒關係 - 這高度也不會到太高啊 - 不會 - 所以它很穩 - 對 - 它很穩 - 你在那邊跳 - 所以它真的會跳舞 - 你跳跳看 - 不會有互相影響 - 因為師傅也有幫我想掉 - 因為他說做木壁板 - 最怕就是 - 踩踏的時候會吵到樓下的 - 我特有經驗 - 因為我娘家就是這樣 - 我睡在最裡面 - 木頭地板 - 然後我媽只要一踩上來 - 都告訴我說 - 我媽來 - 看我在幹嘛 - 都知道了 - 對 - 如果那個課本 - 偷夾漫畫書 - 趕快漫畫書收起來 - 對 - 所以它在頂部的部分 - 也幫我塞保麗龍 - 收進去裡面了 - 收進去裡面了 - 底部裡面都是三保麗龍 - 好 驗收客觀 - 師傅沒有給我掃做 - 我很喜歡這個 - 對 - 鋪盤 - 如果我有電鍋 - 然後整天蒸氣 - 對 - 我會把上面用壞 - 對 有可能 - 最怕這個走 - 對 - 我覺得那個師傅真的細心到 - 他說告訴我哪一層 - 放什麼最事 - 他說這一層 - 我們人體工學的高度 - 就是電鍋 - 烤箱的部分就是這個 - 因為它可以往下 - 然後往上拉 - 我這邊有個小建議 - 它貼木皮 - 選木皮的時候 - 它都是小小一個板材 - 但是實際上 - 貼完整面的那種感覺 - 會有點落差 - 你有沒有什麼小訣竅 - 小訣竅的話 - 我會覺得說 - 譬如說你未來的燈盆是白光 - 你就拿到白光下去看 - 在哪裡用的 - 你就是在哪這種燈光上面下去跳 - 這樣比較不會跟你之後選的色差 - 會有太大的差別 - 另外有一個小小的建議就是說 - 有時候在裝潢下 - 可能要預留一些錢 - 因為有時候到了中期後期 - 你是不是突然想到什麼 - 想要加進去的時候 - 又多花了一些錢出去 - 就像我想要緩衝五金 - 換個五金可能你整家 - 下去又不少了 - 又不少錢 - 好 謝謝 - 今天非常謝謝 - 選一下的邀請頻道 - 來參觀你的家 - 謝謝 謝謝 - 那記得囉 - 窩心球呢 - 如果大家想要進一步的合作的話 - 把影片看到最後呢 - 就有我們的合作聯絡方式囉 - 非常感謝大家 - 掰掰囉 - 掰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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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